本集影片由國泰世華銀行贊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柴 大家好我是蘇 這幾年最熱門的趨勢主題 除了5G應該就是AI人工智慧了 現在我們上Google搜尋AI的結果 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討論 哪些人類的工作將來會被AI取代 可是比較少人會去討論 AI可以怎麼幫我們分擔工作 其實AI人工智慧的概念 最早是由美國科學家 John McCarthy在1955年的時候提出來的 目的是希望讓電腦也能夠具有像人類一樣 學習思考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 在那個電腦還跟會議室一樣大的年代 這樣的想法絕對是個幻想 可是在60幾年後的現在 其實AI早就在我們生活裡面 只是我們沒有察覺而已 就舉上網Google這件事情來說好了 你可能沒有注意到 即使我們現在搜尋同一個字 Google給每個人的結果都是不一樣的 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地點搜尋結果 也都會改變 例如鼠現在搜尋滷肉飯 最上面出現就是我們家附近知名的小吃店 接著才是滷肉飯的圍基百科 和滷肉飯的食譜等等 那代表這個搜尋引擎 已經演算並且思考了 中午時間在中山區搜尋滷肉飯的鼠 他最想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那如果我點的是食譜而不是黃祭 Google就會得到一次經驗 下次鼠如果又搜尋了滷肉飯 他可能就會把食譜擺前面一點 不過現在的人工智慧 已經從機器學習跨入到深度學習的階段 也就是讓電腦模仿人的思考方式 例如AI看到一個四隻腳 尖耳朵 尾巴正在擺動的物體 根據外觀特徵和大數據的比對 能準確判斷出四隻貓而不是柴犬 現在這種AI已經實際應用在醫療領域上 最近我們台灣已經有醫學中心推出 AI術後傷口診斷系統 只要病患在家用APP拍下手術後的傷口照片 10秒鐘就可以知道結果 而且準確度高達9成 這樣不但可以提早預防術後感染 也大幅減少醫護人員人工判斷的時間 減省醫療資源 說到這裡你是覺得醫生護士會被AI完全取代 還是他們反而可以更專心做更重要的事情呢? 在經常需要大量數據分析的投資領域 當然也少不了AI的實際應用 美國在2017年底 已經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支完全由AI管理的主動型ETF 這個ETF的經理人當然不是人 而是知名的IBM AI平台Waston 他的預算能力非常驚人 每天可以分析6000檔每股的即時數據 處理超過100萬則的財報、新聞和FB消息 再根據特殊設計的演算法進行選股 並且調整投資部位 請注意剛剛講的單位都是每天 而且他絕對不會跟你喊累 是不是非常神奇? 但是不管AI發展到什麼程度 我們至少可以確定他具有兩個人類很難超越的能力 第一個是海量的數據演算 第二個是全時無休的即時監控 光是這兩點就可以彌補很多傳統投資理財上的盲點 運用這樣的AI工具 對沒有時間緊盯投資機上的長線投資人來說 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像我們自己的投資配置也是以長線為主 再搭配一小部分的波段操作來放大報酬 各自擔任不同的任務 運用AI智能投資工具對我們來說 可以節省很多長線投資部位的管理時間 因為只要一有狀況 AI就會主動通知我們 就像現在很多車子配備的半自動駕駛 和各種環境偵測的警告功能 我們把這種智能工具用在理財 最重要的意義是可以借力實力 讓我們可以更集中在要前進的方向 而不是花時間在警定那些複雜的市場數據 就以國泰釋華的智能投資來說 我們就很喜歡它的流程設計 從目標設定到申購完成 只有四個步驟 非常直觀簡單 假設鼠希望在五年內 存到買房子的頭期款一百萬好了 輸入之後 系統就會根據演算的結果 調整建議的數值 例如年限拉長、投入金額增加 或是目標降低等等 這個時候在右邊 就會看到AI針對投資組合的模擬走勢 綠色是投入金額的累積 藍色是配合整體市場所預估的表現 以每個月定期定額投資一萬五千元來說 未來幾年只要市場維持平均表現就可以達標 在它的底下投資會建議合適的配置比重和投資組合 因為阿蘇的風險報酬接收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他建議的股債比例是4比6 菜券的比例雖然比較大 但是還是有分散到美國和歐洲 這時候點右上角這個檢視 就可以看到AI挑選的所有基金標的 再點修改就可以列出其他同類型的基金 例如美股的部位除了博銳 還有富蘭克林、瑞銀等等其他支基金可以更換 接著下一步完成扣款設定和確認之後 就完成這筆購物成家的基金申購 在這個投資計畫的執行期間 AI會進行24小時監控 如果遇到市場波動、趨勢改變或是投資標定的表現落後等等 它就會啟動再平衡的機制 主動提供調整建議 再由我們決定是否執行 可以大幅減少研判市場變化的時間 我們只要確認投資目標明確 並且有紀律的持續執行 繁瑣的事交給AI 買房子的頭期款 就會隨著時間一天一天的靠近喔 數前陣子 在一本書裡面看到一句話印象很深刻 這個作者說 在未來穩定是一種奢侈品 如果還想使手這種穩定的身份工作或世界觀 這個世界就會咻一聲超越你 數也覺得這個世界變化越快 24小時的感覺就越短 所以現在不只是錢要花在道口上 時間更不能浪費在不必要的煩惱上 將來的投資理財 我們可能都要借助AI 才能事半功倍的完成理財目標 今天關於AI理財的分享就到這邊喔 財鼠修弟我們下次見 掰掰